这个大额家的大帝在9月3号的时候决定要访问这个蒙古 说到这个蒙古要提前说一下 蒙古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在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 蒙古还曾经对这个大额家的大帝发出过逮捕令 普京这一次访问这个蒙古 未来会不会有风险 今天咱们给大家胡说乱砍一头 咱们吹一会儿牛啊 如果蒙古不逮捕这个大帝 那么蒙古是不是违约了 是不是违约了这个国际刑事法法案的这个条例 那么会不会被西方所制裁 那么说起来蒙古这个国家说不好听点 他这个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 他就是一个军事的缓冲地 你说你一个军事的缓冲地带 你能闹出这么多大的说话来 怕就怕北约和这个大美丽白头雕 在背后会不会使出一些幺蛾子的手段 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咱们还得要进一步的再看 关于这个三角情的关系 这个想起来前几年 有这么一档的事 这个大美丽的这个副国务卿 访问那个蒙古的时候 他不要经过领空吗 坐飞机 然后俄罗斯呢 就是让他入境到了蒙古 要经过这个俄罗斯 后来出境的时候呢 俄罗斯反悔了 不让他从中国的领空 不让他从俄罗斯的领空出去 硬格硬呢 就是给他憋到这个蒙古国 憋了三四天 着实呢 我们也和这个大毛啊 唱了一把双簧 后来在这个美国极力的苛求之下 苛求了我们凶猫 后来我们才放那个什么 开放了我们的领空 他这才顺利的离开了蒙古 然后回到了这个大美丽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 如果说普京这次被捕了 移交给这个西方媒体了 老毛子这后期就发火了 会不会直接 这个毛骨蛋咱就直接把蒙古给灭了 因为蒙古 虽然说面积不大 面积很大 但是人口非常少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 应该都集中在他的那个首都 乌兰巴多 那么还有的人就给出了更多的一些疑问 如果普京不被捕了 那么俄乌的冲突还打不打 这不废话吗 当然说就不是打不打的事了 而是蒙古就没了 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内讧 当然说 这个大俄的走向 我相信还是 还是亲中的 这是肯定的 还有人说 如果说这个大帝被捕了 我们中俄的蜜月还不会延续 当然延续 如果普京被捕了 俄罗斯会不会内乱 这个肯定 肯定会内乱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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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